上期節目提到 全場一致特別考試落幕 靈音班分崩離析 所幸 靠著陸哥、平田和靈音等人的努力 缺客的傑田、小美和波流家都順利回到班上 比較有問題的是波流家 他誓言要對陸哥和靈音復仇 搞定好班上 靈音總算能為體育技做準備 為了趕上A班 靈音不惜跟龍園開始談判 作為成長的證明 靈音利用陸哥成功在談判上壓制龍園 並在不放棄任何利益的情況下 和龍園班達成合作 有意思的是 陸哥以自己不會有貢獻為代價 保證能阻止板流參賽 不只靈音在努力 體育能力極強的虛騰和小野士 也打算組隊帶領班上拿下第一 最後 幫大家回顧一下 在二支舞上有提到 體育技的來賓有可能會對陸哥不利 為了保護陸哥 板流理事長建議 陸哥可以在體育技期間 全程待在宿舍內 宿舍外還有人員負責監視 然而 如果陸哥答應理事長的提議 就代表著 陸哥不可能跟男嬰單挑 要靈音幫忙轉達接受挑戰儀式 也代表陸哥打算故意爽約男嬰 時間來到10月 會拉著陸哥到購物中心 買陸哥的生日禮物 相處久了 光看陸哥的眼神 會也知道 陸哥在替自己的荷包擔心 因此會強調 要買陸哥想要的東西 會覺得現在的自己很幸福 自己的所有一切都讓陸哥知道了 也認為陸哥是比父母更重要的存在 青龍也不可以有秘密滿真我唷 回答好的陸哥 心中想的卻是 秘密 那是什麼 如果是關於自己的家人 白房 或是自己打算做的事 那毫無疑問 自己沒有告訴清景澤任何事 閒逛的路上 兩人先後巧遇了佐藤和時期 佐藤一看見兩人 不等挽留 便飛也是的逃跑 時期就沒這麼四象了 偶然發現陸哥的生日是10月20日 這傢伙居然打算舉辦 陸哥跟龍元的雙重生日派對 雖然不四象 但不代表時期不禮貌 注意到會害怕自己 一離開人多的地方 時期立刻道歉 理解強者比較偉大的會很清楚 如果不是陸哥打趴對方 那時期根本不會道歉 也就是說 會既不想原諒對方 也沒有責怪對方的意思 為了解開會的心結 陸哥主動幫時期說些好話 陸哥認為 現在的時期不會輕易的服從龍元的命令 已經在往好的方向成長 既然老公都這麼說了 也覺得時期是陸哥的朋友 會倒是很乾脆的不再責怪對方 話題回到生日派對上 考量到陸哥也需要朋友 也感受到時期的熱情 會居然說 要辦派對可以 但龍元要向自己道歉 聽到這條件 熱情滿滿的時期 不但下了必死的決心 還打算再下次 更正式的向會道歉 鏡頭來到淘寶的左藤 不知道天哲在想什麼 他居然順勢擋在左藤面前 還說要提供關於陸哥和會的情報 假如清井則學姊退學 左藤學姊不覺得自己也有機會嗎 如果不聽我說 學姊將來一定會後悔喔 假如學姊不想被人看見 也可以來宿舍的房間 口頭告知完房間號碼 天哲輕快的離場 被留在原地的左藤 這時心中出現了 自己是不是也有機會跟陸哥交往 很快的時間來到體育季的前一天晚上 陸哥向淘寶表示自己明天會缺席 這個報告嚇得淘寶不小心弄掉吹風機 陸哥沒說缺席的理由 只說自己的健康狀況沒問題 而自己這麼做 是為了執行封印反流的戰略 結束完跟淘寶的談話 陸哥在打給另外一個人後 就此完成所有布局 體育季當天 道校的政治家們 各個發出強大的威壓感 不懼大人的威壓 南雲完成了不輸給學的開場白 不久 隨著致辭結束 體育季正式開始 淘寶班跟榮園班締結的契約很簡單 就是兩班在個人賽上 極力分散互撞的機會 團體賽則是由兩班的王牌 組成無敵艦隊 隊伍內 兩班的人數一定是均等的 另外 他們也簽訂了 藝人最多可以協助三項團體賽的契約 以避免長時間綁住優秀人才 為了避免出問題 淘寶打算每小時都跟同班同學開會 而淘寶自己的比賽 第一場 他和伊崔參加了白米賽跑 很笨的伊崔只是想要在賽前叫囂 就用盡全力跑到淘寶面前 而比賽的結果 跟去年一樣 淘寶以第一名之姿 顯勝伊崔 淘寶後面的兩場比賽分別是 單人的障礙賽跑和團體的拔河 大概是覺得贏不了 伊崔沒有參賽 而淘寶則分別作收第一名和第三名 第四場比賽 跳遠 也是淘寶和伊崔的第二場比賽 淘寶以5公尺79公分佔據第一 等待期間 虛騰和小野四項淘寶報告戰況 他們的表現相當不錯 有參賽的項目都拿下第一 虛騰三個 小野是兩個 儘管虛騰想和帥哥一戰 但被兩個女性強力阻止 當兩人離開後 伊崔也剛好跳完 然後 伊崔他贏了 太棒了 看到了嗎 是我贏了 是你輸了 果然是因為空氣阻力比較小 所以你比較有力嗎 不知道淘寶的嘴炮是什麼意思 伊崔只是持續的為自己的勝利感到高興 落敗的淘寶比起說是壓力 不如說煩躁感一口氣疊高不少 目前的比分 淘寶班始終維持第一 熔岩班第二 煩木班第三 煩柳班第四 大概是因為同為學生會成員 白方的八神主動向淘寶致意 由於聊到南雲 結束跟八神的談話後 淘寶打算去祝賀南雲五連勝 就在淘寶要靠近時 鬼龍院搶先一部恭喜 理所當然 南雲愛理不理 也不覺得自己很活躍 我聽說淘小路缺席呢 這是你悶悶不樂的原因嗎 我以為那傢伙可以滋潤我這種飢渴 但看來是我誤會了 再一次 鬼龍院建議南雲不要再關注學弟 只要好好畢業就好 跟之前不同 這一次 南雲徹底放棄了 跟淘寶小路的遊戲已經結束了 那傢伙選擇不跟我戰鬥 窮追不捨也沒有意義吧 在安慰南雲 路哥可能是怕輸後 鬼龍院瀟灑離去 後來跟南雲談話的淘寶也聊到同一件事 只是 這一次 南雲很北然地說 說不定會給你們二年級添麻煩啊 他逃跑的代價只能讓其他人來支付 沒錯吧 體育季邁入後半段 半數的學生已經完成五項比賽 能力比較強的人得來到第六、第七項 相比於捷豹品傳的靈銀班 板柳班可以說是慘的不能再慘 領袖板柳缺席就算了 還被龍員班找麻煩 為了報名沒什麼強敵的桌球 二年A班兩名體育較優秀的學生快速移動 俗話說得好 十次車禍九次快 更何況還碰到想製造假車禍的人 經典橋段 明明是時期用力撞到人 但時期卻惡人先告狀 當兩人摸摸鼻子 覺得自己嘟到校尾時 好痛 這個好痛一出 龍員立刻先生 龍員媽早已聰明遠播 二年A班的學生也一眼看出 龍員想玩什麼花樣 然而 龍員方還是堅持自己是受害者 被纏住的其中一人 只能去請老師協助 但不知為何 老師沒帶來 帶來的是同班的橋本正義 橋本認為 如果隨便找老師來 事情就會鬧大 硬是要爭個對錯 只會造成沒時間參加比賽而已 大概是因為橋本是板柳的左右手 所以現場變成橋本在進行談判 現在的情況是 一個不怎麼樣的時期 扮住了兩個A班主力 據橋本所言 龍員班的花招不只這個 就連一年級的精英 也一直死殘爛打的狙擊二年A班 橋本現在想各退一步 而龍員開出的條件是 不要錢 但要A班打從心裡的 對不起 我不知道 咳咳 說錯了 是打從心裡的道歉 於是 在橋本啊 要是因為差5分10分輸掉 你們能接受嗎? 來交涉 兩人之後無奈的低頭認錯 這下好了 頭一滴 龍員和時期更是唱起雙簧 總覺得好像不能接受耶 他們根本沒有誠意嘛 遇上無賴 橋本只能找警察 然而老師移到現場 時期立刻 我接受賠罪 不好意思 龍員同學 雖然你為了我 這種人給了很多建議 但只是稍微撞到肩膀 該說我太幼稚了嗎? 剛才這兩人也向我道歉了 所以我打算就這樣扯平 不行嗎? 如果你可以接受 不是當智責的我 也沒什麼好插嘴的 聽完兩人的對話 老師自然做出 二年A班的兩人撞上時期 而向他賠罪 然後時期接受道歉 這種可怕的結論 被坑的兩人暴怒的想抗議 但被橋本阻止 真是夠了 真不想與龍員為敵啊 橋本嘴上這麼說 但看起來高興的笑了 時間來到下午3點 離體預計結束剩不到一個小時 林蔚班還是第一名 龍員班則小輸17分 至於林蔚和伊崔的對決 伊崔搞錯平衡幕的出賽時間 不戰而敗 林蔚也以二勝一負的形式勝出 當然 伊崔不死心 他想要進行上訴 我還是可以自由參加一項比賽啦 對 就是那個 告訴我你要參加什麼 如果你想求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必須要表現出相對應的態度才行呢 求求求你 拜 拜託了 請你 跟我 一決勝負 被伊崔弄得很爽的林蔚表示 自己目前有兩個項目在考慮 其一 單人的折返跑 其二 團體的排球賽 由於排球賽看起來沒有強敵 而且還有三支隊伍的空缺 林蔚其實比較想報名排球 那我剛才幹嘛要拚命啃球啊 很遺憾 只能請你放棄了呢 話是這麼說 但伊崔賭林蔚 找不到排球的隊友 所以伊崔待在原地等林蔚參加折返跑 看來我說了多餘的話呢 想不到你居然也會動腦思考 吵死啦 過了一陣子 周圍確實沒人 就在伊崔用 快死心吧 的眼神看著林蔚死 天哲又出現在兩人面前 看見這個囂張的學妹 伊崔自然沒有好臉色 討厭 學姊的表情很可怕耶 該不會是大姨媽來了 接受天哲的挑釁 伊崔換成跟天哲下戰帖 還是不要一決勝負比較好吧 學姊會輸的唷 當伊崔邀請天哲參加折返跑時 捷田現身 怪的是 他要找的是天哲 直到天哲提醒為止 捷田才注意到林蔚的存在 啊 對不起 捷田學姊 我的夥伴好像都到齊了 我是來參加排球賽的 我是第一次體驗排球呢 擅自答話 又擅自離去 這就是天哲 知道天哲參加排球 伊崔也決定參加排球 比起跟林蔚勝負 伊崔更想看到天哲懊惱的表情 聽到兩人的談話 捷田順勢表明加一 你在打什麼主意呢 捷田同學 我目前很難想像你這麼做是因為已經改過自信 願意協助我了 我欠一年級的天哲學妹一筆載呢 雖然我不打算說明理由 但為了奉還那筆載 我可以協助你喔 林蔚沒有拒絕的理由 剩下的三人 靠著捷田的人脈 一下子就拉到了 兩個二年A班 一個二年C班 C班的那位 是之前在船上頭痛的姬野 雖然姬野同學不擅長排球 但只要我們五人可以幫忙野戶 他就同意參賽 之所以能順利拉ROWA班 主要是捷田看穿這兩名女生 都想積極的為班上做點什麼 於是乎 在伊翠和林蔚都吐槽對方 一輩子都辦不到捷田的絕招後 比賽正式開始 第一戰 林蔚隊輕鬆的獲勝 趁著休息期間 林蔚和伊翠積極調查天哲的比賽 從天哲的動作看來 他好像是真的不太會排球 然而 在交鋒數回合後 恐怖的事情來了 比賽才剛過一半 天哲就出現明顯的進步 就在天哲剛展現才能時 七奈用一技扣球結束比賽 絲毫不意外 林蔚隊和七奈隊雙雙進入決賽 在林蔚的眼中 最應該警戒的 目前還是七奈 詳細的排球過程就不介紹了 想看熱血的排球賽 我推薦排球少年 雖然沒有香香的女生擠在一團 但真的很熱血 回到整題 林蔚隊靠著一吹強大的攻勢 一直保持些微的領先 但七奈隊也不是神油的燈 也知道網洞打 最後 要不是天哲的扣球過猛 導致有半顆球落在白線外側 再加上時間剛好到了 不然林蔚隊還真有可能沒辦法拿下第一 獲勝的林蔚和一吹 當然也沒有勝過天哲的感覺 在林蔚奮戰期間 虛騰和小野獅的網球混合雙打 也進入決賽 到目前為止 這個組合順利拿下團體賽的四連勝 虛騰甚至九連勝 旁邊的小野獅沒有這麼誇張 但也都獲得不錯的名次 你不覺得我們是很棒的搭檔嗎? 小野獅高興的像 注意力不集中的虛騰這麼說 在體育局準備期間 小野獅和虛騰兩人幾乎都是一起行動 甚至連上學、吃飯時間都會配合彼此 這讓小野獅學會了 看透虛騰表情變化的能力 也知道虛騰一些性格上的缺陷 至於虛騰不專心的原因是 保全合成 兩組人馬就像約定好的 在決賽中對戰 比賽開始不到一分鐘 保全光是發球 就把虛騰組逼到40比0 更糟糕的是 虛騰還中了保全的挑釁 想把球拍甩到地上 這時 小野獅的功用來了 他不但提醒虛騰不能生氣 還說虛騰的動作開始變盾 接下來的發展也很經典 虛騰組輸掉第一局 第二局小野獅奮力抵抗 這時 保全居然開始把球 往小野獅的臉上打 雖然沒有直擊到 但掠過臉上的球 已經足以讓小野獅的動作變盾 進而無法回拍 更誇張的是 最後一球 還讓小野獅的腳輕微扭傷 疊坐在地板上 夥伴被這樣欺負 虛騰總算略為清醒 勉強把大局比賽翻成1比1 你給我差不多一點 要怪就怪那個技術爛到家的女人吧 被球嚇到坐在地板上的小野獅 並沒有生氣 反而是用溫柔且堅定的語氣 安撫虛騰 還有一局要打 對你們而言 說不定那樣才是地獄啊 虛騰瞬間理解 保全是為了折磨兩人 才故意輸掉第二局 為了讓虛騰取回自信 小野獅這麼對虛騰說 我呀 從剛入學起 就對虛騰同學有不錯的評價 這說法令虛騰感到狐疑 不過 同時也是最不想扯傷關係的人呢 小野獅表示 自己很支持 認真參加社團活動的人 也知道虛騰總是練習到最晚 而且還有好好收拾好東西在走 居然被你看到了 真是丟臉耶 可是照這樣下去 虛騰同學果然還是不會在真正的意義上 受到很高的評價 你為了我生氣 我雖然不討厭這個事實 但就算這樣 你太容易動怒的性格還是沒變 差不多該改一改動不動就發火的脾氣囉 我也是一樣 一火大反而會游得比平常更慢 為了讓虛騰改掉這種習慣 小野獅告訴虛騰一個魔法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生氣吃虧是體質 而不是 是告訴虛騰想要發火時 先在內心大喊一次 然後深呼吸數到10 我對虛騰同學有很高的評價 請你不要背叛我的期待 包紮好傷口 第三局開始 很不幸 一開局 保全就打中小野獅的右臂 讓小野獅痛得當場蹲下 旁邊的虛騰在冒火的瞬間 想起夥伴剛剛說的話 8 9 10 虛騰冷靜下來 然後更經典的來了 明明是雙打比賽 虛騰卻要小野獅相信自己 而其結果 雙打變成了單挑賽 虛騰還贏了 贏下比賽的虛騰興奮的報警小野獅 很痛很痛虛騰同學 啊啊抱歉抱歉 謝謝你小野獅 是你把我叫醒的 那麼我們應該算不錯的搭檔嗎 對啊跟你很容易配合 也很可靠 你真的是棒呆了 啊 要是靈茵也在哪邊看到我剛才的活躍就好了 靈 靈茵嗎 啊 哪裡 他人在哪裡 啊 抱歉 我認錯人了 對了 改天參加完社團活動 我們一起去吃飯吧 喔 可以啊 先別說這個幫我一起找靈茵吧 哈哈哈 絕對不要 在他們聊到一半時 不甘心的保全前來挑釁 被找查的虛騰 這一次不但沒有接受挑釁 而且就算肚子被保全K了一拳 虛騰也只是跪在地上說 你要是再繼續找麻煩 我也只能請老師介入囉 真是無聊的傢伙 再也別跟我扯插關係 這句話反倒讓虛騰有一種安心感 現在的虛騰仿佛進入聖佛狀態 他甚至感謝保全 讓自己明白到處散發殺氣 實在是件很遜的事 時間回到上午11點 板柳如預期的拜訪了陸哥的房間 板柳做足禮數 帶了商店的新商品當伴手禮 準備跟陸哥一起享受午餐 沉蒙陸哥的體貼 板柳坐到了陸哥的床上 看來你不是心血來潮才來拜訪我啊 林小鹿同學 你真是個壞人呢 這是你的戰略 對吧 陸哥一如既往的裝傻 板柳則確信 陸哥知道自己會來這裡 在板柳原先的預想中 處於相當劣勢的A班 必須以秒單位來管理行政票 然而 一從父親大人那邊聽到陸哥會缺席 板柳就寧願放棄150點的班級點數 也要跟陸哥獨處 我沒想到他會把這件事告訴女兒 你真愛開玩笑 是林小鹿同學指示父親 把你的事情告訴我的吧 Bingo 陸哥確實有這麼要求理事長 而且也有要理事長 不要說是自己拜託的 誘導的方式很簡單 陸哥說自己擔心 有期可能會捲入自己跟白房的紛爭 希望理事長可以事先說明內情 好避免有期不小心介入 而板柳之所以會在中午才登場 一來是想稍微死壞一下 讓陸哥以為自己的戰略失敗了 二來 板柳有到大廳 確認警衛配置的狀況 這次體育季的特殊賞 不是枯北同學 也不是榮原同學 而是林小鹿同學的一聲令下 以確實的方法讓我缺席了 因為僅僅這樣就決定了勝負 真不愧是林小鹿同學 對板柳而言 只要能維持住第一 那就算少了一點班幾點數 也根本不算什麼 看著陸哥如此熟練的招待自己 板柳問這些動作 是不是讓陸哥覺得既新鮮又愉快 畢竟我只是想要做普通的事情而已嘛 你姑且還是有維持A班的目的意識啊 是因為你的自尊心嗎? 板柳的答案是 飛野 板柳只是因為期待陸哥爬到B班 有機會跟認真的陸哥戰鬥 所以才會把班級維持在A班 後來 兩人坐在陸哥的床上 板柳還用叉子餵食陸哥吃萌布朗 而陸哥這個壞人 也沒什麼猶豫的接受 儘管陸哥不是這麼喜歡這味道 但還是回答了好吃 判破陸哥不喜歡 板柳直接表明 下次會帶別的蛋糕來 我對自己優秀的洞察力感到自豪 尤其是關於你的事情 認真以思考在較量時 你明明絕對不會露出破綻 但在這種私生活上 卻意外的無法徹底隱瞞呢 果然還是因為不習慣也說不定 哼哼 這種地方也讓人很有好感唷 儘管了解陸哥 但板柳還是不清楚 是什麼樣的心境轉變 才會讓陸哥開始以A班為目標 對於這問題 陸哥決定給板柳一點甜頭 方便在未來遇到一樣的狀況時 也能再次讓板柳上鉤 然而 在陸哥思考這些的同時 板柳也把陸哥的心聲說了出來 既然被看穿 陸哥這次就老實地回答 就像板柳想透過打倒陸哥 找出天才的意義 陸哥則是想證明 白方的教育絕對不是完美的制度 也就是說陸哥想親手打造最強的班級 理所當然 目前還是有幾個問題 像這次的體育季 要是板柳參賽了 靈音的策略就不會這麼穩固 為了看清沒有自己的靈音班 能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陸哥這次才會選擇靜觀 嚴格來說 讓板柳離場才是附帶的收穫 畢竟採取靜觀 只會讓我過來見你 並非你直接針對體育季的內容做了些什麼呢 原來如此 也就是說 嗯? 板柳話沒講完 就被陸哥輕輕地推倒在床上 現在這種預料之外的狀況 就連板柳這種天才 都微微陷入慌張 要是你把我現在這些話告訴其他人 會對我的計畫造成影響 你是說 我會說出去? 秘密就用秘密來掩蓋 這裡只有我跟你 無論這裡發生什麼 都沒有人會來救你 你該不會不惜犯罪 也打算守住企劃? 犯罪 我跟你會是在雙方同意下 共有秘密 陸哥拿出手機 啟動相機功能 面對這種絕望的狀況 反柳反而嗆陸哥 你以為能贏過我? 不好意思 但你沒有勝算 些微的經驗差距 只要找到一個學習的方法 很快就能追上並超越 說不定你反倒會因此得知 自己用功的方法有問題唷 不理會反柳的虛張聲勢 陸哥將手機丟到床部下後 便用手抓住反柳的肩膀 另一隻手則移動到後頸口 開始特別授課吧? 經過一個小時 特別授課才告一段落 不過 根據陸哥的說法 儘管反柳是第一次躺在男性的床部上 但也才10秒鐘就起來了 陸哥一邊讓反柳看手機畫面 一邊選定必要的東西 並加以處理 滑啊滑的 不小心滑到太前面 讓反柳看到陸哥和慧的照片 普通人看到這一對 一定會覺得 慧的某項特質吸引到陸哥 陸哥才會跟慧交往 但反柳不是普通人 透過對慧的仔細調查 雖然反柳不知道 為什麼陸哥會跟慧交往 但從慧對陸哥抱持著 近乎盲從的信賴以及愛情 反柳推測 陸哥是打算對慧進行某項實驗 或是試圖救濟 對於這項推測 陸哥在心中暗自佩服反柳 能在缺少天台之戰的情報下 還能如此接近真相 對我的特別授課 也跟那些計畫有關吧 真不愧是你 你答對了 陸哥跟反柳不用語言交流 也能跟慧以不一樣的方式溝通 就這麼突然 門鈴聲響起 不確定是誰的陸哥 只能詢問對方是誰 而這個陌生人只是這麼表示 自己對陸哥來說 不是敵人 也不是夥伴 他是來這裡提醒陸哥 就算排除月城和另一名白房生 也不代表能恢復到和平的日常 想要好好畢業 就要好好做好防範 哼哼 好像是挺有趣的話題呢 能夠讓我也加入嗎? 反柳有期嗎? 說是總理 你好像挺偏談我啊 你的存在會造成負面影響 我只是想防止情況繼續惡化 留下這句話 陌生人便快速離去 對於這個聲音 板柳和陸哥都有聽過 陸哥是父親來拜訪的那次 板柳則是5年或10年前的事 如果你的記憶是正確的 他這白房生的可能性就非常低啊 不論是陌生人還是天責 反正都對陸哥沒有危害 陸哥也懶得理他們 體育季的結果 林頒第一 榮源頒第二 帆布頒第三 帆柳頒第四 不僅如此 個人賽的第一 也分別是須藤和小野士 雖然帥哥也是10項都得到第一 但他參加的都是單人賽 最終也只能以第二名做結 有意思的是 帥哥似乎覺得這樣就夠了 第一名的兩人 當然放棄轉班卻 選擇了大量的個人點數 就在陸哥單獨回家的某一天 林英找陸哥答話 林英想對陸哥說 自己在全場一致特別考試中做的選擇 沒有錯誤 因為節天確實在體育季上 為班級做出貢獻 當然有些問題還是在 像是波羅加 林英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林英只知道 要是在碰上類似的狀況 自己不會再輕率地做決定 自己當時明明就沒有下決定 要讓節天退學 卻還是答應了班上 這才是最大的失誤 那場特別考試教了我許多次 讓我看到成功和失敗這兩面 雖然不能失敗最好啦 我才高中二年級 就算失敗也沒關係 我 要照自己的風格行動 或許我無法像其他班的領袖一樣高明 但有大家在 我要在他們的扶持下前進 當然 你也是其中之一 對班級而言 對我而言 你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聽了林英的肺腑之言 但陸哥只認為自己是 腳踏車的輔助輪 就算一開始不可或缺 但拿掉後 最終還是能輕易地學會腳踏車 然後 在稍微見證林英的成長後 陸哥決定離開林英班 即使現在還不會說出口 但林英遲早會知道理由 然後 一定會理解一件事 即使是確信絕對能夠獲勝的班級 有一天也得面對贏不了的現實 陸哥會告訴林英這點 這不是為了別人 是為了陸哥自己本身 陸哥只要自己贏就好 如果陸哥決定打倒林英 那就是確定事項 不過 正因為陸哥希望自己被打倒 才會試圖離開 陸哥期盼一個 不確定的未來 鏡頭來到波流家 他在體育機中 只參加了五項比賽 而且 除了名人以外 他幾乎都不跟任何人說話 就連起乘也變得有些疏遠 而名人也大概是為了波流家 持續社團 每天陪著波流家 名人自認自己稍微懂波流家的心情 而對於波流家來說 所有的一切都想破壞 也認為該退學的是解田 一開始就是這麼約定的 所以那麼做才正確 沒錯吧 是啊 猶豫覺得一直扯大家後腿是不對的 所以 欸 小三 你願意和我一起 協助我進行僅僅一次的復仇嗎 名人的瞬間猶豫 令波流家決定 復仇只由自己來執行 而名人只能追逐著波流家的背影 好了 實教再次來到最新進度了 喜歡這系列的朋友 記得按讚留言加分享 特別是留言 不論你想聊聊實教的內容 或是想再看什麼節目 都請務必告訴我